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也在刚才班教授讲的一样 其实佛教确实是改变很多人的心灵 因为现在追求健康和追求幸福的这么一个时代 如果有一种佛教的调整心态的能力 可能有很多空间让人思考 对他的人生 对他的生生世世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可能你现在 我看你前一段时间去西安那 现在也不断地去各个城市里面 对大学生 对世间的社会各界层的人世 跟他们讲一些科学和佛教的这些道理 是不是远动力主要是想接应很多的众生 让他们既要明白科学又要明白佛教的真理 是不是这样 只要是一切都是缘分 对 这个末法是他那个洪流 只要我们碰到有缘分的众生 跟他分享佛法 让他明白 让他修可以脱离这个洪流 那么把握自己 把握自己最新的人 就这样 一个人很自然地到某个年纪 是对上流病死这个问题 对 很担心死 死怎么样 很担心的 只要我们有一个佛家的信仰 尤其只要我们相信净土法门 就真的不单身死亡 对死亡这个恐惧可以讲得很轻 对 因为我们知道佛法是生了病 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顺劳 没完没了 只要我们相信净土 就到临终的时候 我们不在这个娑婆是在打滚 就可以用移民两个字吧 卷一个地方 对 卷到一个另一个世界 在这边出生 这边修行 在这个不同环境地上 所以说 所有的净土人都是大善人 大菩萨 大善知识 这边完全没有善恶道 这个修行是非常非常的安详 非常的容易成功 这样 那么在我心底下 临终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在这个娑婆在轮回 一个是离开这个娑婆世界 到刚刚理想的完整 美好的净土 美好的出生 在这边修行最好 那那个潘教授 你对死亡害不害怕呢 你对人的死亡 因为我相信净土 对 我相信净土等于说 到那个时刻到了 我甚至阿弥陀佛会接引我 到他的地方去 就不用担心了 胸有沉着 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把握 我甚至能及不少 可能什么时候去也可以 甚至什么也可以放下 对对 没有担心 那你会不会你 因为一辈子研究科学 最后就用科学来解决 你的圣事大问题 还是用佛学来解决问题 所以你 绝对不是科学 科学 科学 就是让我容易建设佛法 但科学不是最终目标 更加这个科学让我明白 现在佛法不是明信的 现在佛法是要更加具的 很科学化的 但最终能够帮助我的 不是科学 是佛法 最终离开这个生活世界 到一个不同美好的环境生活 这是佛法 净土法门 那这样的这种 是这样的思想 就是你是很早以前有吗 就是说最近 最近的时候 你才有这样的想法 还是 我可以说 没有一个很肯定 什么时间突然在 一个慢慢的改变的过程 对对对 学习其实需要 付出大力的这种心理 开始我不信佛的 我说我是在香港出生 我读书的小时中时 是一个基督教的学生 所以我对佛者根本不了解 我相信基督教的人知道 完全不了解 那基督教对你有意见吧 当时的想法是 佛教是一些公公婆婆求菩萨什么什么的 能否就概念 所以对佛完全不了解 这是因为当时的环境这样 这个环境长大 后来 用个缘分的时候 我听到人说佛 啊原来佛是这样的 一切都是缘分 对 我们相信缘分 一切都是因缘果报的 假如我们相信 人为投胎 但是说 我们肯定要前世 前世可能已经跟佛 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种子才发表成长 让我们有机会接受佛 感谢观看